台北荣民总医院儿童医学部 人生对宝宝照顾的知识 在接下来的影片 我们希望为您示范如何处理宝宝 在居家照顾中经常碰到的问题 与宝宝的特殊照顾 希望能借由这个影片 能将我们台北荣民总医院儿童医学部的专业与爱心 带给您与您的宝宝 首先我们来认识宝宝的身体 通常新生儿的头围大约有32到34公分 皮肤呈现粉红 身长大约是50公分左右 体重在刚出生的一周内 会稍微减少大约出生体重的10% 满月时约较出生体重增加1公斤 三个月大时约为出生体重的2倍 宝宝的呼吸一分钟大约30到40次 是腹式呼吸 心跳大约每分钟100到160次 而婴儿的姿势通常是两只手臂弯起来 呈现W的形状 腿部则是自然摆放成O型弯曲 不需要刻意地去矫正它 也不要把宝宝紧紧地裹起来 以免妨碍到宝宝呼吸及伸展活动 满月的宝宝都会有良好活力的表现 他们会喜欢人家抱 也会注视和他们说话的人 当你的宝宝2到4个月的时候 脖子的支撑力越来越好 可以自由地转动 4到6个月的时候 孩子开始学会翻身 6到8个月的时候 宝宝已经能够独自坐在地上玩耍 7到9个月的时候 他们开始学会爬行并尝试站立 10到14个月 也就是您的宝宝满周岁的时候 已经开始会迈步向前走了 这些是每个宝宝在发展上的重要里程碑 照顾小宝宝的第一步就是喂奶 包含妈妈亲自补喂母乳 品味母乳和冲泡配方奶三种方法 婴儿时期的营养对成长过程之健康发育 有决定性的影响 而母乳就是婴儿最完美的食物 几乎可以完全满足宝宝 在4到6个月之前的成长需求 轻喂母乳对宝宝的好处 除了母乳容易消化吸收 提供抗体增加免疫力之外 可帮助脑部发育 同时能增进妈妈与宝宝亲密关系的建立 也奠定宝宝发展爱和信任感的良好基础 喂母乳对母亲的好处 除了能促进产后的子宫收缩 减少出血外 也能促进身材恢复 省时方便 经济又实惠 补乳的姿势 准备轻味母乳时 首先妈妈要找一个自己觉得舒服的姿势 采用摇篮姿 橄榄球姿 改良式橄榄球姿 或侧卧姿都可以 假如是坐在椅子上 最好选一张有靠背 且能提供手臂支托的椅子 可额外使用L枕 增加支撑力与舒适度 而如果采用侧卧姿 先将宝宝抱在胸前 可以借助枕头来支撑宝宝背部 记得得要让婴儿的头部和身体成为一直线 胸腹部贴紧妈妈的胸下围 脸部面对乳房 嘴巴对准乳头 这时候妈妈可以用C型握法 把乳房稍微地往内压 让宝宝更容易吸韵 适当的胃奶频率 一般来说 我们是依照宝宝的需求为主 平均一天补胃8到12次 每次补胃宝宝 至少先让宝宝吸食一侧的乳房 看宝宝吸食完毕之后 仍然还想吃再喂另外一边 但您要注意 若这次您是先从左侧乳房开始 下次则要从右侧乳房开始 这个目的是希望两侧乳房都能受到刺激 而产生更多的奶水 有些宝宝吃得比较快 5到20分钟就吃饱了 有的宝宝则是会吸半个小时以上 所以妈妈们要有耐心哦 此外妈妈们也必须确认宝宝是不是正确的含乳 如何确认宝宝正确含乳 正确的含乳方式是先用乳头清触宝宝的上嘴唇 当宝宝的嘴巴张大之后 顺势将乳头放入宝宝口中 确认乳头放在宝宝舌头的上方 你也会发现宝宝的下唇往外翻 且下唇含下方乳韵 要比上唇含上方乳韵的部分来得多 宝宝在吸食的过程当中 您会发现它有一连串节律的吸饮动作 慢而且深地吸饮着 您可以听到宝宝吞咽的声音 但若宝宝的嘴唇一直出现嘖嘖的声音 则要重新检视含乳姿势是否正确 若能正确喂食 宝宝吃饱之后能够感觉到放松 而且满足 如果一时宝宝无法正确含乳吸饮 请您休息片刻再做尝试 直到宝宝能够正确吸饮为止 如果宝宝在轻微母乳时 容易一下就睡着 可以适时地轻搓宝宝耳朵 背部或减少衣物包部 叫醒宝宝 有关于母乳捕胃有任何的困难 欢迎24小时拨打台北荣总母乳咨询专线 02-5568-1050 如果您是采用挤出母乳平味的方式 提醒您挤乳前需洗净擦干双手 以开水擦拭乳头 使用消毒过的容器 母乳储存原则口诀为333 即室温3小时 冷藏3天 冷冻3个月 若不同时间采集的母乳 需共同储存时 建议都先冷藏至同一温度 才可一起搜集储存在同一容器 每餐依宝宝的奶量需求 倒在奶瓶中 以60度以下的温水隔水加热 加热后的母乳若一小时内没有喝完去丢气 解冻后冷藏的母乳 若24小时内没有喝完也需丢气 如果是喂食配方奶 注意要选择适合1岁以下的婴儿奶粉 请把双手洗净后 准备好约70度C的开水 消毒过的奶瓶奶嘴 以及配方奶粉 首先将宝宝所需的奶量的开水 倒入已消毒过的奶瓶中 再加入奶粉 拴上奶嘴后充分摇匀 请注意婴儿配方奶是依照奶粉罐上的说明冲泡 有的是30cc的水加1匙奶粉 有的是60cc的水加1匙奶粉 因此泡完的奶水会比原本需求的奶量多一点点 在平胃宝宝前 最好用手腕内侧的皮肤来测试奶水的温度 只要感觉微温即可 然后准备一小块毛巾围在宝宝的胸前 不胃时注意将宝宝头部抬高30到45度 以免宝宝呛奶 而且奶水必须充满奶嘴 防止宝宝吸入太多气体导致胀气 若宝宝容易胀气或溢奶 每次喂食中间可停下来帮宝宝拍背 排气后再喂 如果宝宝吸食速度很快 持续吸引而忘记换气呼吸时 应控制其速度 例如先抽出奶嘴 暂时停下来拍背排气 让宝宝休息一下再继续喂食 帮宝宝排气方法如下 先在妈妈肩膀上放一块小方巾 以免宝宝排气应奶时弄湿衣服 再让宝宝侧靠在妈妈肩上 一手拖住宝宝屁股 另一手则拱起手掌 由下往上帮宝宝拍背 此时必须注意将宝宝的脸侧放 避免压住口鼻 影响宝宝呼吸 也可以让宝宝坐在您的腿上 一手拖住宝宝的下巴及前胸 让宝宝呈垂直坐姿 另一手拱起手掌 由下往上帮宝宝拍背 要知道宝宝是不是有吃到足够的奶水 一般我们可以宝宝的排尿量 及颜色来做判断 通常宝宝出生三天后 一天尿尿量大约六到八次 颜色是属于清澈或是淡黄色 这就代表宝宝有吃到足够的奶水 此外当你在喂食宝宝的时候 你也会感觉到宝宝的吞咽动作及声音 宝宝在满足之后 也会主动地放开乳头或奶瓶嘴沉睡 要是宝宝进食得好 奶水足够 宝宝在出生大约二到三周之后 体重会回复到出生体重 宝宝每周体重能够平均增加 一百到两百公克以上 满月时大约增加将近一公斤 品味宝宝喝奶的量 平均是每公斤每天150cc 正负30cc 不过每个宝宝的体质和需求各有不同 原则上只要它的生长发育和活动力都正常就可以了 另外在阴阳补充方面 儿科医学会于2015年建议 纯胃母乳与部分补胃母乳之婴幼儿 即补胃配方奶 未达每天1000cc之婴幼儿 因于新生儿时期开始每天补充400IU的维他命D 满四个月起应补充铁剂 接下来是宝宝的沐浴 首先要准备好洗澡要用的物品 包括洗澡盆 小毛巾 水温剂 浴巾 干净的衣服和包布 衣服可以将袖子先套在一起 还有尿布 婴儿肥皂或沐浴乳 浓度95%的酒精 棉花棒 纱布巾 开水 帮宝宝洗澡的正确顺序 首先 您帮宝宝洗澡的时候 要注意水温适不适合 记得要先放冷水再放热水 一般合适的水温是37度到40度C之间 记得水温调好之后 您可以用水温剂或是您的手腕内测来测试水温 水温合适之后 再将宝宝放入浴盆之内 那室温要维持在25到28度C之间 一般正确洗宝宝的顺序 是从宝宝的脸部、头部 再洗身体的正面、背面 当洗完之后 记得要立刻用毛巾 将宝宝身上多余的水分立刻擦干 这样注意到这些细节之后 您将会发现 帮宝宝洗澡是一件非常愉快享受 而且您一定可以升任的工作哦 脱掉宝宝的衣服之后 用上衣裹紧婴儿的身体 左手脱住宝宝的头部 同时将宝宝夹在椅下 将纱布巾沾点开水包住食指 轻轻擦拭宝宝口腔内部、舌头、嘴唇 再以沾湿的小毛巾轻轻地擦拭眼睛 记得每擦一次 小毛巾都要换一个角落 避免交互感染 擦拭时从眼睛内侧擦向眼睛外侧 各两边后再擦拭耳朵和鼻孔 接着滴入沐浴乳或使用肥皂清洗头发 洗头前要先用拇指和中指将耳朵向前清压 避免水流进耳朵里 清洁宝宝前身的正确姿势是将宝宝放在脚盆内 用手托住宝宝的左手臂和颈部 从脖子到胸部、腋下到两只手臂 到腹部、腿部、脚部和生殖器 清洗的时候特别注意颈部、腋下、腹骨沟 这几个有皮肤皱褶的地方 同时要仔细查 看是不是有长红疹或浓泡的情形 再来以右手托住宝宝左手臂和颈部 轻巧而稳定地将宝宝的重心移向右手 让宝宝脸朝下 接着清洗宝宝的背部 依序从后颈部、背部、臀部到腿部轻轻擦洗 洗好之后抱起宝宝 用浴巾擦干全身 将尿布垫于臀部粘好背胶 再穿上一套好支衣物 臍带护理 接下来为您示范臍带护理 臍带的清洁和观察对新生儿很重要 首先以棉花棒沾上浓度95%的酒精 在臍带根部环形擦拭 特别是有皱褶的地方 更要仔细清洁直到干净为止 即使臍带掉了之后 可能有微量的血性分泌物 也要继续护理 一直到臍部完全干燥才可以停止 爸爸妈妈每天都必须要观察宝宝的臍带 当您发现臍带有异常的分泌物、出血、红肿 或是有臭味的现象 且宝宝有发烧的情况 这可能是臍带发炎了 是时候您要尽速将宝宝带到我们的门诊来做检查 另外如果您发现宝宝的肚脐有息肉 这也代表有异常的状况 也需要带来门诊检查及治疗 每个宝宝臍带脱落的时间并不一样 通常是7到14天左右 建议您在宝宝沐浴之后就帮她做臍带护理 但是如果臍带比较潮湿或是分泌物比较多 可以多做几次 若是肚脐周围出现发红、异味或是持续有分泌物 还是应该寻求医师的专业评估 新生儿的黄胆现象让许多新手父母非常担心 为什么宝宝的眼球和皮肤看起来黄黄的 事实上这就是新生儿常见的黄胆症状 通常在出生第二、第三天开始出现症状 第三到第五天是所谓的黄胆高峰期 一周之后会逐渐地消退 但完全补胃母乳的宝宝 黄胆会持续地比较久 如果黄胆指数在正常范围之内 则属于所谓的生理性黄胆 并不需要做特别的治疗 您也就不用太担心 如何正确观察宝宝的黄胆呢? 首先必须在亮度充足的日光灯下观察 黄胆最先可与眼睛的拱膜 也就是眼白部位观察到 接着是脸部、颈部 然后四肢到全身 假如只有眼白的地方黄黄的 表示是轻微的黄胆 如果腹部和四肢 也有明显的黄胆现象时 就要多加关注了 甚至需要医师专业的评估 新生儿黄胆处理 严重的黄胆症状或持续两周还没有消退 就应该立刻带宝宝到门诊来求治 如果宝宝的粪便呈现灰白色或淡黄色 也应该带宝宝到医院来检查 是否有肝脏或胆道方面的疾病 不要忘了将宝宝有问题的粪便带来 或者拍照给医生看 将可以协助医生做正确的诊断 接下来是一般居家照护的认识 包括液兔奶、打嗝、婴儿液体、长脚痛、腹泻、发烧、呼吸杂音、皮肤诊 婴儿很容易出现液奶和兔奶的情形 如果发生的次数不多 宝宝的体重也能够稳定成长 爸爸妈妈就不用太担心 舒缓宝宝液奶或兔奶的方法 是让宝宝喝奶的速度慢一点 并且在喝完奶帮助宝宝打嗝后 才将宝宝放回床上 在右侧躺将头垫高约30到40度 以免因液奶或兔奶造成危险 之后随着身体成长 兔奶的情形也会逐渐改善 特别提醒您 如果宝宝一下子吐出大量的奶 可能会有呛奶甚至窒息的危险 要立刻将宝宝的头侧向一边并拍背 不可让宝宝的头部上痒 如果兔奶次数很频繁 就必须赶快带宝宝来医院检查 新生儿在吃奶之后特别容易打嗝 大部分都是正常现象 若持续而严重的打嗝 导致宝宝的硬奶或兔奶 舒缓的方式是给宝宝吸奶嘴 宝宝夜晚哭闹怎么办 小宝宝一到了晚上就开始哭闹 而且是连续提哭几个小时 这也是爸爸妈妈最头痛的状况 而其实也是新生儿常见的现象 尽管大人不停地哄着抱啊羊的 仍然无法解决心爱宝贝的问题 然而一到天亮 宝宝竟安然地入睡了 宝宝提哭的原因可以归纳为 生理需求的不满足 或身体病痛的征兆 绝大部分的婴儿液体并不是真的身体不舒服 大部分的宝宝是因为他的生理时钟还没有建立 因为在妈妈肚子里面没有白天晚上的分别 我们大人晚上要睡觉时 宝宝却不想睡觉 所以宝宝醒来的时候可能需要吃奶 想要人抱 想要人陪玩 所以会有哭哭闹闹的情形 这时候我们要先检查看看 他是不是肚子饿了 或者尿不湿了 如果不是生理需求 那试着抱起他拍拍屁股安抚 过几周等宝宝大一点 液体的现象通常会自行缓解 简单的定义是宝宝连续哭闹三小时 一周有三天 持续三个礼拜 哭闹的时间在黄昏到半夜特别明显 目前医学上对于婴儿长脚痛的成因还没有定论 可能与胀气或牛奶蛋白过敏有关 如果经过医师评估之后 排除了其他疾病 可以与您的儿科医师讨论 给宝宝吃益生菌 或者改成水碱奶粉是否会有帮助 另外当宝宝开始啼哭时 父母可以让他俯卧在膝上 或是把他抱直轻拍背部 避免养卧造成的不适感 其次是观察婴儿吃奶或喝开水的奶嘴 是否与嘴唇密合不良 而吞入过多的空气 因为奶嘴洞太大太小 都会使婴儿吃到空气 除了检查奶嘴洞外 太扁的奶嘴也该更换 大部分的婴儿胀气 经过这些处理后 症状都可疏解 但是有时过了一段时间又会再发生 爸爸妈妈们不用太担心 随着婴儿的成长 吸食吞咽和消化功能成熟了 症状就会减轻 总结一句 大部分小孩的夜哭没有大问题 父母不需要太紧张 另外一个让爸爸妈妈头痛的问题 就是宝宝拉肚子 婴儿腹泻 其实腹泻是很常见的肠胃道问题 一般的症状包括 外形呈现水状 颜色半清绿 气味酸臭 甚至还有血丝或粘液 为什么会拉肚子 如何预防及处理腹泻 拉肚子主要的原因 包括病毒感染 细菌感染 牛奶蛋白过敏等等 最重要的预防 还是要注意卫生清洁 所以奶瓶奶嘴要好好消毒 当然在处理奶瓶的时候 一定要洗手并且擦干 吃母奶是最好的 母奶所含的免疫球蛋白 更可以增加抵抗力 但母亲在挤奶喂奶前 一定要洗净双手 并且做好乳房皮肤清洁 母乳的储存要依据333原则维持新鲜 并且使用消毒过的奶瓶 和灭菌的母乳储存袋 另一个可能使宝宝腹泻或血变的原因 是牛奶过敏 若是吃配方奶的宝宝 此时医师可能会建议改成部分水解的婴儿配方 若是吃母奶的宝宝 除了检视哺乳及储存 再加热过程是否清洁 妈妈也要尽量避免可能导致宝宝过敏的食物 例如牛乳 带壳海鲜 花生坚果类 奇异果等等 但是万一宝宝有了严重的腹泻 导致常年膜绒毛的受伤 可能会有暂时的乳糖酵素缺乏 导致宝宝乳糖不耐的状况 只要一吃奶就持续腹泻 那此时就要考虑暂时把奶泡吸 或改成无乳糖奶粉 那到底长牙齿会不会拉肚子呢 事实上因为长牙齿很痒 宝宝会很爱把东西放到嘴巴 把细菌或脏污吃进肚子里了 才导致腹泻甚至发烧 这时候还是需要就医 让医师评估适当检查 以及是否需要开力药物 来帮助小朋友 让他肠子早日康复 宝宝发烧 宝宝的发烧也要谨慎处理 通常新生儿的体温容易受到气温 衣物被盖、沐浴、运动 和本身的生理周期所影响 而且变化很大 发烧的定义是体温大于摄氏38度 而发烧是身体对抗外来侵犯的细菌 病毒所产生的正常反应 若宝宝有体温较高但未打发烧 宝宝活力良好 可以先试着减少医物被盖 观察体温变化 但若宝宝活力、食欲减退 或者体温超过38度 退烧并不是最急的事情 应该赶快带宝宝到医疗院所求诊 检查发烧的原因 给予相对应适当的治疗 宝宝呼吸声音有杂音 这是个很常见的问题 以我们的经验 一到两个月的新生儿 大概十至八九父母都会说 鼻子有鼻涕、喉咙有弹 呼吸声音比较大 尤其在吃奶的时候声音特别大 其实这是很常见的现象 正常的状态 鼻子和喉咙都会有分泌物 对新生儿来说 它们的鼻道和喉咙都更窄一点 所以分泌物稍微多一点 它就塞住了 呼吸时气流经过狭窄的地方 声音就会比较大 所以绝大部分的呼吸杂音是正常的 除非影响到宝宝吃奶或睡眠的状况 可以考虑使用药物 或是不用药物的话 一般父母也可以用细的棉花棒 把鼻孔看得到的分泌物清出来 更深的分泌物就不建议特别去抽吸 以免造成棉膜受伤 另外还有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法 就是用热水毛巾 热毛巾鼻子嘴巴敷一下 它可以暂时让阻塞的状况改善 若宝宝出现以下情况 如容易呛咳 呼吸费力 造成胃食困难 或频繁从睡眠中惊醒 那就要赶快找儿科医师做评估 接着是宝宝的皮肤问题 因为新生儿肌肤相当嫩 只要有任何刺激 像是口水 奶水 汗水 油脂等等 都会让宝宝出现红红的皮肤疹 例如毒性红斑 和脂漏性皮肤炎 红屁股等等 毒性红斑大多在出生后的两个星期内 出现在宝宝的脸部 胸部 背部 与四肢的近端 数目不一 外观约一到两公分的快状红疹中间 可能会有凸起小泡 大哭后或刚洗完澡会变得更明显 大概在两周之内会自然消失 只要注意通风 散热与干燥 并不需要特别的治疗 而脂漏性皮肤炎 也是宝宝常见的皮肤问题 大多发生在头皮 脸 脖子 腋下的皱褶处 以及包尿部的区域 最典型的表现是在头皮眉毛 和耳朵后面布满黄油油的薄皮屑 一般以温水轻轻擦拭 保持清洁就可以 不要用力刮除 也不要随便涂抹乳液或婴儿油 通常不需治疗也会自然消失 如果均裂和油腻的情形很严重 可以使用婴儿用洗发精 沐浴乳清洁几天 通常可以改善 若已出现皮肤明显红肿 肾液或皮肤破损时 应寻求医师的专业评估 红屁股就是尿部疹 宝宝出生之后除了洗澡之外 几乎都包着尿部 加上新生儿的大便次数比较多 质地较稀 所以在包裹尿部的区域 就容易因粪便接触的刺激产生红疹 如果处理不当 可能会造成细菌及黴菌的感染 宝宝也会苦恼不安 影响睡眠与进食 处理方式为保持臀部的清洁与干净 勤换尿部 若宝宝有排便 尽量水洗擦干 或暂时把尿部打开 保持臀部干爽 也可以考虑使用宝宝专用的屁屁膏 隔绝粪便 保护皮肤 若红疹的情形还是没有改善 则应该就医 排除是否有黴菌感染 需要擦药 如何照顾新生儿皮肤 照顾新生儿的皮肤 基本上就两个原则 一个是清洁 一个是干爽特气 新生儿的皮脂腺还没有发育完成 皮肤分泌的油脂 经常有不平衡的状况 所以父母有时会发现 某些皮肤部位油脂分泌过多 有些部位又过于干燥 除了注意清洁油脂分泌过多的部位 如眉毛 额头 头皮 耳后 皮肤皱褶处清洁 口水 汗水 奶水的适时清洁也很重要 而较干燥的部位 如脸颊 则要避免过度清洁 甚至可能需要因而乳液保湿 另外 其实宝宝体温控制与散热尚不成熟 在穿着方面 以大人衣着为指标 夏天要更注意通风透气 甚至比大人少一点 冬天或在冷气房 则比大人多一件即可 把握以上原则 就可以减少宝宝长疹子的几率 不过小宝宝的皮肤因为很嫩很敏感 所以不管怎样仔细地照顾 难免都会长点疹子 若不严重 其实家长可以不必太担心 新生儿筛检 当宝宝出生之后 儿童医学部的医师 就会为宝宝做身体初步的检查 此外也会安排宝宝接受新生儿筛检 包含代谢疾病 罕见疾病的血片筛检 听力筛检 新生儿围急型先天心脏病筛检 这些新生儿筛检的目的 都是希望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 罕见疾病筛检的意义在哪里呢 第一 在没有筛检的年代 有些孩子可能生病了一段时间 家人带着北中南四处求医 还找不出病因 如果有了筛检 可以及早知道这个孩子有什么疾病 就医过程中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 第二就是对生下一胎的考量 因为这些罕见疾病有些是遗传性疾病 透过产前遗传咨询 将可以避免一个家庭里 接二连三生出相同疾病的宝宝 第三 医疗科技持续发展 有些目前无法治疗的罕见疾病 先筛检出病因 或许将来还是能有治疗方法 新生儿代谢疾病筛检 大概在民国78年开始 可以做的项目则是逐年增加 目前纳入公费补助的代谢疾病筛检的项目 有几个特点 第一 有些代谢疾病并不罕见 举例来说 甲状腺功能低下就是四千分之一 第二 他们早期症状不明显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 是如果早期诊断出来 及早治疗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免于残障或死亡 目前有越来越多的罕见疾病治病原因已被发现 有些已有药物治疗 但其他罕见疾病发生几率很低 目前也还不一定有治疗方法 所以政府尚未纳入全面大量筛检 本院目前提供诸多罕见疾病自费筛检项目 可供家长参考 听力筛检的重要性 研究显示 每一千位新生儿中 约有一到两位患有先天双侧中重度听力损失 先天性听力障碍的宝宝 若能透过新生儿听力筛检及早发现 并于六个月前接受疗愈 未来在语言、认知及沟通技巧等方面的发展 将几乎与正常小孩相当 新生儿危急型先天性心脏病筛检 先天性心脏病是临床最常见的先天异常疾病之一 研究资料显示 台湾地区每一千位新生儿中 约有13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其中约有一到两名罹患危急型先天性心脏病 也就是说在出生一年内 多数在一个月内需要外科手术矫正或心导管治疗的几种先天性心脏病 这些宝宝许多是在出院返家后 才出现缺氧、发黑、发紫的症状 有些则可能没有早期症状 而直接发生心脏衰竭 若未能及时给予适当治疗 将会导致宝宝因此死亡 或留下严重的神经与心脏后遗症 若能透过新生儿危急型先天性心脏病筛检及早发现 尽速接受妥善适切的治疗 可以有效降低死亡率 并减少不良后遗症的发生 全天下的父母都希望宝宝能够健康平安地成长 预防接种就是保护宝宝的第一关 藉由接种疫苗来提升宝宝的免疫力 预防疾病 防治这些传染病可能造成的死亡或终生伤残 健康手册里面都列了一些时间表 依时间回来接受疫苗注射 才能让宝宝对这些疾病产生足够的免疫力 除了常规预防注射 还有一些自费疫苗 如轮状病毒疫苗 或者每年一季节流行需施打的流感疫苗 这些都可以使儿童确保身体的健康 顺利平安成长 宝宝按摩 为宝宝按摩时的环境 室温大约在26到28度C之间 光线要充足 以便随时观察宝宝需要 帮宝宝准备一个温暖又舒适的免质软铺 也可以准备玩具让宝宝把玩 选择纯天然的植物按摩油 如甜性人油、葡萄籽油等 可以减少摩擦力、增加皮肤光泽 试售婴儿油的矿物油含量较高 婴儿乳液则油脂含量不足 精油浓度过高太刺激皮肤 都不适合拿来为宝宝按摩 使用前可在宝宝手背擦拭少许 30分钟后检视 为起红疹即可使用 若有红疹 表示宝宝对此按摩油过敏 约一到两小时会自然退去 按摩手法依腹部和背部不同 而腹部按摩有两种 首先示范我爱你擦腹式 在腹部写下ILU 这可以帮助大肠及直肠的蠕动 促进粪便及气体排空 第二种是水车式 双手如水车转动的奖一般 往下滑动 双手交替连续述回 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按压 按摩背部时 要以脊椎为中线 向两侧轻推 按摩力道要轻微下压 温柔坚定地缓慢移动 并且要随时观察宝宝表情 若有抗拒哭泣的状况 应立刻停止 试宝宝情况考虑是否继续 阅读越早开始越好 永远不嫌晚 从零岁开始亲子共读 可奠定孩子一生的阅读习惯 兴趣与基础 婴儿透过听觉和视觉 接触语言和图书讯息 婴儿的听觉灵敏 他们喜欢聆听父母说话 念诵童谣 朗读故事 早期的各种语言刺激 有助于活化孩子的大脑神经 激发创造力 孩子的早期阅读 需要成人的引导 例如抱座膝上念书 或面对面互动 借由亲密的共读 感受愉快的阅读经验 这种伸直脑海的愉悦感 将对孩子一生的阅读习惯 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宝宝不同发展时期 选择不一样的图书类型 例如婴儿时期洗澡时 可以用洗澡书 而不同材质设计的塑浆书 布书 印页书等 可以满足宝宝用抚摸 拍打 拉扯 啃咬来探索书本的需求 配合宝宝的注意力时间 一次短短五分钟的把玩 翻阅也是很好的起步 不需趋逆于竹字阅读 或把一本书看完 跟亲友交换书本 带孩子去逛儿童书店 或利用图书馆的资源 帮孩子半章借书证 延伸孩子的阅读视野 现在网路上也有许多亲子 共读讲座 期待您与宝宝 共享温馨的阅读时光 新生命的道林 总是充满着无限的喜悦与欢愉 台北荣民总医院儿童医学部全体同仁 再度诚挚地向您道贺 希望经由我们精心策划的影片 能够解答您照顾宝宝时心中的疑惑 提升您照顾宝宝的知识与技能 如果在宝宝的成长过程中 您碰到任何有关宝宝日常照顾的问题 或是有任何预防保健及医疗方面的需要 台北荣民总医院儿童医学部全体医疗团队 结成为您提供优质的儿童医疗服务 让您家的宝贝都能健康快乐地成长茁壮 谢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